好新闻来看嘉义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 中风行动不便经济困顿 他之前原本跟亲友借了一辆小货车 以车为家 但几个月前又出车祸 车子撞坏了怎么办呢 就露宿在嘉义的公园里头 有行善团得知消息 召集了40位志工 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在这名男子租来的农地上 盖了间铁皮农舍 让他有家可以遮风挡雨 所剩螺丝钉一个个拿着盖板 要进行最后的步骤 像拼图一样 把盖板一块块的拼装上去 大功告成 大家开心鼓掌 因为这是合力打造出来的 这间房子为他盖的 打开门锁开了门 这一刻真的很感动 终于有房子有家了 虽然很简单 小小一间 但是杨先生已经非常满足 眼眶风 犯着累杨先生有道不尽的感谢 50多岁的他因为中风行动不便 没钱买房租房 一直以来都是用跟亲友借来的 小货车为家 只是几个月前发生车祸撞坏了 杨先生没地方住睡公园 嘉义手扇行善团得知他的困境 立刻号召志工来帮助 大概有40位的义工来帮忙 40个人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盖了一间铁皮农舍 而且还贴心摆设了祭拜的神明桌 里头还有间小围浴 出来就是床铺感动的还不止这样 因为杨先生就是靠园艺赚钱 现在走出家门就能工作了 这个地方不大也简单的很 但是对杨先生来说 真的已经是最温暖的家了 记者情节方秋天平 许文男嘉义报道